外面往北流接到北面往南流 没有对错 生活当中哪有这么多对错的 但是我们做媳妇的在家里就争硬 就争那点理 就争这个理 所以到往那去都是理直气壮的 昂头挺胸的告诉我 我有理 你有什么理啊 你再有理你还不得给人家做妻子吗 你还不得替人家生人一名吗 是吧 你再有理你又能咋地呀 哪有这么多理好家 在这里头想起一个故事来 我去岸山 就是杨永儿他们来到场 我到他们那去有一个媳妇 他说了 他说你帮我解决解决问题 我说解决什么问题 他说我呀跟丈夫分居二十六年 开始二十六年前我们俩吵架 然后呢我一看 他对我不好 我带着孩子 还有我们家仅存的两万块钱 我跑了 我这一跑到现在我们二十六年没见面 这是去年的事 他说我二十六年没见面 他说我二十六年没见面 他说现在他找我来 我说他找你干什么 他说因为我们俩有三千平房 这么多年他也不找我 最近他找我了 为什么房子要拆迁 拆迁国家要争这块地 这个房子要给多少钱呢 给三十万 我跟他没离婚证 所以呢他找我 干啥要叫我签字 离婚 他说我 我 我说了 那房子没离婚 那房子有我一半 所以给三十万 没事 你得给我一半 十五万 他说我丈夫就不给 不给我不跟你离婚 所以我就牵扯他 我说你牵扯多长时间 他说这闹得小一年了 我说那您找我是干什么 他说我现在不医生病嘛 我不来找您来嘛 我说你医生病 是因为这房子的事 还不是你自己性格的事 他说反正都有 他说我这事放不下 他说我这事不知道该啥解决 哎呦 我说你要叫我出主意 我说你二十六万 二十六年了 你都没在一块生活 那夫妻指定是没感情了 我说那就离了得了呗 他说我同意离 但是他得给我钱呢 我说你这人 怎么不讲理呢 他说我怎么为你讲了 不讲理呀 我说你想一想 二十六年前 你逃跑的时候 你是把你们家仅存的两万块钱 卷铺给卷跑了 虽然说钱少 但是二十六年前 那两万块钱 比三个人这三十万也不少 你当时拿的是你们家的全部的家的 人家男人没找理呀 现在就剩下房子了 你却要分一半 你这就要讲理吗 他一听 他哈哈哈哈的叫 他说说也是的哈 他说要不价吗 他不给我十五万也行 他给我十万也行 当场我就给他划下来五万 我一看这个价还是可以划的 我就继续跟他划架 我就给他讲媳妇道 咱就长话短说 划划划 划到最后我就给他讲 做媳妇该哪做 你原来为啥跟人离婚 你一定脾气不好 是吧 你没做到羞辱水 你没还账 你把拿钱还跑了 你那叫媳妇吗 是吧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讲 你猜他怎么样 他还真该跟我划架 他一会儿十万划到五万 五万又变成了两万 两万又变成了一万 最后咋办 他说哪怕给我一千块钱也行 我说那一千块钱对你有啥用啊 他说我就说那颜 哪怕他给我一块钱也行 一下就变成一万了 一块了 三十万不要了 我说你呀 真是糊涂 真是糊涂 你说你不跟他离婚 他总找你 你管坐公共汽车打官司得多钱吗 生气着急得病上医院吃药得多钱 你咋不算账呢 你就为这一块钱你跟他打啥关系 打啥关系呢 他最后听明白 他说行 他说行 魏大夫 最后我那个 同意 我跟他离婚 行吧 我说好 他说行 我这回听懂了 我不跟他牵扯了 我那个明年 我就跟他离婚 我一停下一跳 我白圈了半天 他一年以后再离婚 他一看我瞪大眼睛 他说了 你别着急啊 过八天就明年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我说话的时候 他说我一说过年 我以为得过一年了 实际上那天 我就想着 那天我在他们那待的是 12月22号 他再过八天 那天就是元旦了 我一听 我说行 那才八天 还好 好办 那行 回去就 不能慌慌 办了 就走了 是吧 我说更何况 那你26年 没跟人联络 我说他结婚了 他说他没结婚了 我说你结婚了 他说我也没有 我说这不是好办吗 人家一看 你通过徐一山道 性格变好了 是吧 变得性如水了 他也没结婚 你也没结婚 万一你一步早 他要钱了 你赞我一看 呵 我媳妇变真好 他还没准 还跟你复婚呢 弄得屋里人 大家哈哈大笑 这事就算完了 就过去了 但隔了几个月 我又去安山了 我又去呢 办事 他正好 他就也又来了 你猜他说的 他说 哎呀 他说 未来 他说 你看 没人告诉我 我那天是办事 不是算他去检戈 他说 没人告诉我 你来 他说 我就头一天 就在家待不住 就想上这儿来 他说 没想到 你看 我一来 就碰到你了 我就急不动他 我说 你这是谁呀 他说 我是那大锅子那个 我说 那你离婚了吗 他说 没你 我说 你不答应我 说 那你有准备跟他办吗 他说 我钱都不要了 我还能去找他 怎么也得他找我 跟大家讲这儿干啥 我们人呢 就讲理 就讲他这儿 从要十五万 买至到最后 要一块 一块不要了 他还得干啥 我跟你一会儿 我还找你的 你得找我才行 就要这个灵 为这个灵 你什么 你踏实吗 你还是不踏实 是吧 你成天一切心 踢心吊胆的生活 你干嘛 你把事情咬乱去 这么解释 他也听不明白 你看我上这儿一来 我昨天晚上接个电话 接啥电话 就是他打来的 他说 为了我感谢你 我说 你感谢我 你是谁 他说 我是安三点 我说 您啥事啊 他说 我打电话 就为了感谢你 我说 你感谢我干啥 他说 我就离婚那个 我就要房子离婚那个 你还记得我吗 我就想起他来 他说 我感谢你 他说 我们头几天 才把婚离了 他说 虽然我离婚了 但是呢 我感谢你 感谢你 交给我了这么多事情 就说没啥 要我今天想起他来 这事情实际上 整整隔了一年 你想像头一年的十二月 二十二号 跟我聊的天 就这么点事 他就签着 一年 哪有什么礼好奖啊 你二十六年你都自己过了 多少困难 多少痛苦 你都自己长寿了 就恰恰为了这点礼 为了这个面子 我们就放不下 这一年 你耗费了多少精神 我们好多人 就是糊润 在家里 就争了这个礼儿 就争了这口气 哪有什么对错呀 哪有什么对错 更何况 我们做水的 大家知道 水是透明的 无色无味的 那就告诉我们什么 女人作为性如水 你就要挑五色 喝五味 那个作用 什么意思 那你搁上糖 它就是甜的 你搁上盐 它就是咸的 你搁上醋 它就是酸的 你搁上红色 它是红水 你搁上黄色 它就是黄水 说明什么 我们做女人的眉脾气 跟谁就是一个合字 当头 跟谁都能合 既合大姑 又合小姑 又合走礼 又合公婆 上校公婆 下阳妻子 老小 对自己的丈夫 要做到顺承 要做到祝福成德 祝福成孽 祝福成忠 祝福成孝 做媳妇的 你要帮助自己的丈夫 成立他的事业 做丈夫的 孝敬自己的父母 你要帮助他 是吧 做丈夫的 做媳妇的 你要明白自己的丈夫的心 看看他和什么人相处 你要想法 祝福成德 帮助自己的丈夫 改革自己的平息平静 那这样你才是一个好媳妇 而我们现在的媳妇是啥 把丈夫甩一边 把丈夫甩一边 凭着自己的秉性做事 好多人夫妻之间 矛盾最大的就是夫妻 我们做媳妇 好多人 跟自己丈夫结婚 但是同床异梦 现在条件好了 条件不好的时候 两个人随便睡在一个床 中间搁上枕头和包裹 一搁 搁六年 搁四年 前几天我上杭州去讲课 十几位老板 吃饭的时候跟我分享 一个说了 他说 魏大夫 你帮我看看 我给我儿子解决解决问题 我说解决什么问题 他说我儿子离婚了 他们俩现在到分局要离婚 他说咋办 我一看他那样子 他丈夫也在身边 我就小声说 我说你们夫妻俩关系好吗 他马上就不说话了 而旁边的人就小声告诉我 他们俩睡觉中间搁这个枕头 你对自己的丈夫都不恭敬 你不认立 你想叫孩子好 好得了吗 你做家长了 你做的是什么因 你就得什么果 旁边还一个 他说了 那个人长得 跟外国人一样 长得非常漂亮 但是你知道他说啥 他说 我跟我丈夫 我们俩 俩建筑 俩门 他还能睡一床呢 他说我们俩 各睡各的 自己打结婚 就一人一路 坚持上闲在 你说你痛苦不痛苦吗 这叫幸福吗 幸福幸福 我欢喜丈夫 才叫幸福 她说我们 跟自己的丈夫结婚 我们打信仪的 就烦自己的丈夫 打信仪就烦自己的丈夫 根本就不认命 最近我们去了几个老太 他们都非常典型 他们都非常典型 其中有一个老太 最典型 他说什么 他这人 干什么活 一把手 干什么像什么 但是呢 他妈妈 把他嫁给了一个 得风湿性 关键然的丈夫 给他给气的 够像 他妈妈嫁她的时候 他就觉得 他从心里恨他妈 因为他现在七十岁 也相近七十岁 那次他父母之命 他也不能反对 所以用他的话说 他说我离开我妈的那一天 他说我就心里想 冲击以后 我不再登你们家门 你不叫我嫁这样的丈夫 他说我整个一朵鲜花 插在了牛粪上 他可恨他妈了 最后他忏悔的时候 他说 他说我那次兴得起来的时候 我都恨不得 恨不得把我妈 剁成肉馅 他就这么大的恨心 他说我妈到现在死了四十二年了 我没给我妈烧过一次纸 我没给他妈烧过一次纸 这就是我们做媳妇 他嫁给了自己的丈夫 他根本就不欢喜自己的丈夫 他从嫁的那一天就开了个个丈夫 虽然说上了三个孩子 这三个孩子都很好 有上一科大学的 三个都是大学生 有的还研究生毕业 有的搞地职 还看他 条件都非常好 但是灾难现前了 他现在七十岁了 儿子在一年前出车祸 装死了 大儿子一扔 总想自杀 他这事儿他才明白 我到底犯什么错了 我这一辈子受了这么多的苦 我为什么 到我老了 我儿子出车祸 我大儿子又要抑郁证 我眼看我三个儿子 一个好了都没有 我怎么办 是不是我打错了 通过朋友介绍 他认识我们 他就上我们那儿去 上我们那儿去了以后 吃饭以前 晚上吃饭以前 他来问我这个情况 他跟我一说这些情况 我没给他说好心的 我说 哎呀 我说跟你性格有关 都是您的事 我这样一说 当时说了啥我忘了 反正挺冲他背管子的 用他后来 他吃完饭以后 他说 我们到六点半 该吃饭了 我们叫他吃饭 我说老人家 咱先不谈了 咱先吃饭了 吃完饭再说 你知道他说的 他说我不吃饭 我现在脑子晕 我想吐 他吃不下饭 他当吃完饭以后 他后来跟我说 他说喂大夫 他说我都有其理 我向你道歉 我说喂的呢 他说刚才你说我 都是我们家这些灾难 都是我的错的时候 他说我对您可有意见 他说我这么苦 你到这儿来喝汹 他说汹得我脑子吃发晕 你知道吗 气人他脑子吃发阴 他吃不下饭 但是在吃饭最后 我们在那吃饭 他就跟我们 道歉的其他老师聊天 我们那老师就引导他 你哪错 当我们吃完饭 他听懂了 他向我认错 他向我认错 他说哎哟 他说我刚才 他意思 误解你了 误解你了 他说我现在才知道 我都是我的错 我们来以前 这老太太还在我们那儿 头两天还在那儿 她跟她家 汇报 她的变化 看现在才认识到 自己错了 因为你不欢喜这件事 对自己的妈 没有尽到小的 做媳妇的 你没有做到性如水 用她的话说 他们家亲戚 她全打过来 现在这么大岁数 她还敢打人呢 你就知道 她的性质有多大 你说你做媳妇的 哪叫性如水啊 我们做媳妇的丢得到 所以你当老年 你就要受灾难 你就要受灾难 所以我们一个媳妇 真正的太重要 太重要了 用善人的话说 做媳妇的 一定要性如水 一定要水水 就要脱满全家 水是生万物的 我们要对全家人 都有部署力 都有部署力 每个人里头去帮助 能够真正的拖起全家 这才是好媳妇 你再想想 水是润下 是吧 你见科 它就往下流 我们为什么做媳妇 做错的 就是因为我们太增强了 太好胜了 我们虽然干了很多事 但是我们没名 就不争了 就不贪了 不贪工 是吧 我们虽然做了很多事情 在家里付出了很多 但是我们不贪工 我们不要名 不要利 我们就是默默无闻的奉献 这才是水的本负 就像我们进了菜馆 我们到了饭店 我们一定说 我们叫完菜 我们一定会说 你给我来个汤 来个啥汤 来个番茄汤 来个紫菜汤 来个肉丝汤 来个酸辣汤 我们没有说到饭馆去 我来碗水汤 没有叫水汤 虽然说做汤离不开水 但是我们水没有女儿 证明什么 我们女人在家里 太重要 但是我们做个默默无闻的奉献 这才是你媳妇的本负 我们世上的漫人 都离不开水 打铁需要水 盖房子需要水 但是我们水做给世界人 带来了这么多的好处 但是我们哪个楼叫水楼 哪个缸叫水缸 是吧 你盛水了 它才叫水缸 是吧 但是我们有那个真正的缸铁 它叫水的 说明什么 我们这水 它没有女儿 证明什么 我们做媳妇的 虽然在家里付出了很多 虽然贡献了很多 我们不贪功 这才是我们真正做媳妇的本负 这才是我们做媳妇的本负 所以做媳妇的要性如水 托满全家 对家里头 谁做的不好 倒是我们媳妇不好 婆婆不好 是我们的命不好 丈夫不好 是我们没有祝福成有 孩子不好 是我们得心不得不好 倒是我们自己的事 我们喜爱好了 就好一个世界 男人好了 就好一个人 而我们女人好了 就好一个世界 因为我们女人太重要了 我们女人太重要 喜夫喜夫 大家看看 喜夫那两个字怎么写的 喜夫两个字怎么写的 喜夫两个字是这样写的 但是我们把这女字去掉 这个字念什么 喜 喜 喜是什么 什么叫做喜呀 喜就是熄灭的意思 就是平静的意思 熄灭什么 熄灭我们信中的怨恨恼怒烦 熄灭我们心中的贪嗔痴慢疑 熄灭我们心中的烦恼 这才是喜的本意 是告诉我们 熄掉你心中的火气 你不要 暂着火就着 不要我们用点事 动性就发脾气 这才是我们做到真正的喜 那么我们这喜字什么含义 它实际上是个自喜 那啥叫自喜 就是要看住我们自己的心 而不是管别人 而不是管别人 所以怎么叫自在 关自己才自在 关自己才自在 你只要看住自己的心 不使他生烦恼 这你才叫做到了心 你才是喜佛的本分 那么我们知道了喜字 我们再看看这个夫字 我们再看看这个夫字 夫字是什么 这次念什么大家知道 不是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次认识了 但是这次认识了 这次认识了 还有人不知道 带话一个都知道了 这大家就认识了 你看我们老祖先 他真聪明 他告诉了那媳妇啊 你不能要熄灭了自己心中的贪嗔痴漫移 怨恨脑洞烦 你还得拿起哨子来多干活 你那点本分就是在家里干活的 那要不好不然给你个调子干啥呢 所以叫什么 叫做媳妇的性如水 多干活 还别咳嘴 多干活 别咳嘴 我们做媳妇的为什么在家里苦呢 就是因为我们活也没少干 嘴也没少咳 是吧 所以咱越绝嘴 咱那媳妇的命就丢了 这媳妇的命就丢了 是吧 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老祖先 告诉我们的本分上去做 这媳妇就是你的名 这个你的名就带着你的名 你的名是什么 就是来还轮昌债马来的 你的轮昌债马怎么还 多干活你别咳嘴 是吧 是吧 你还不能性子里头还有火 是吧 你越干活越发脾气 这就丢命了 是吧 那么换句话说 你再看看我们那姑娘怎么写 是吧 姑娘姑娘 你去掉了这两个女子 她写的是啥 一个谷 一个梁 说明什么 我们做姑娘的一定要像 古人一样的 那样去做 谁是古人呢 那就是我们周朝的三个母亲 是吧 你要有四大威仪 那才行的 是吧 你要坐有坐下 站有站下 那才行的 姑娘姑娘 是姑娘 是梁女啊 你要做到梁啊 是吧 你是一个优良的 种子 你生做孩子 才能是优良的 孩子 是吧 才能是圣贤的子孙 你要做梁女啊 那这是我们的古人 所教给我们 我们从哪丢得到 我们都是从本分上丢得到 我们都是从本分上丢得到 所以我们做姑娘 没有像古人一样做梁女 我们现在的姑娘 你看看 都声儿发烂叫的 一声都呼啊喊叫的 是吧 现在的还没上上了 连中学还没上了 就有搞个像的了 是吧 上了大学还没毕业呢 就开始非法同居了 是吧 日中法 太多了 这你怎么能够保证你自己 能生圣贤的子孙 能生圣贤的子孙 是吧 大家 我们学传统文化 大家都知道 你看我们的罪字怎么写 是吧 啥叫罪呀 是非就叫罪 是非就叫罪 那啥是非呀 是非是非 非理无事 非理无听 非理莫言 非理无动 我们如果没做到 这就叫是非 你做错了 你搁一块 它就是罪 你就知道你这人 做的啥样 你就知道你这人做的啥样 你做姑娘的 你没有做到 非理无事 非理无听 非理无言 非理无动 我们没事 去上马 没事去搞那些的 凸七八糟的东西 我们穿衣服 你啥叫丢人 做事 做事你不守本分 这才叫丢人 你包括你一个人 你穿衣服不合适 不是你的本分 这都叫丢人 所以啥叫丢人 你看看大街上跑的 是吧 穿着啊 描笼画缝的 是吧 把那头发演成蓝的 演成红的 是吧 眉毛那种不眉 给它刮起 描描的 是吧 把那纸盖都演成黑色的 紫色的 穿那裙子大半夜 都冒蓝光的 你说你那叫非理无言 非理无动吗 这是什么 实际上 这才是真正的罪 你做自己的 做姑娘 做媳妇 你不守自己的本分 这才叫丢人 这才叫丢人 所以用善人的话说 没有圣母 就不守圣子 你做媳妇的 你没有做到 安守自己的本分 你卑做成圣母 你怎么能生下 圣贤的子孙 你看看我们孔圣人 孔圣人他母亲 为了生一个好孩子 没怀孕以前 他牵上泥山去祷告 我们孟母 孟母为了把自己的孩子 教育好 孟母三千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我们岳飞的母亲 为了自己的孩子 能够报效国家 临上战场 要在他的后背 刺上金钟 宝宝宝宝宝室的字 所以当面临着 生死抉择的时候 我们岳飞 明明知道 回了京城 他有可能要死 但是忠孝 不能两全 对于国君 他选择的是忠 他选择的是大孝 是孝父母的心 所以他毅然决然地去婚 那就说明什么 就因为我们做母亲的 做得好 所以他的孩子 才能成为忠诚良相 而我们做媳妇的 我们不顺负道 我们做出了很多 肆意妄为的事情 你怎么能想到 孩子会好呢 你天天做媳妇的 现在生活好了 很多做媳妇的 没有事做 在家里戳麻将 一打就极熟 孩子上学回来没饭吃 告诉孩子 那有方便便 你去读点吧 你得好好学习 长大找个好工作 上个好学校 我在这儿先玩会儿 你玩会儿 你一书都不读 你叫他去学啊 他学得下去吗 是吧 当你哪天三缺一的时候 你看看 他玩麻将比你水平还高 这是你教出来的 不是说你手把手的教 是你言传身教 你身体天天这样 他有个好奇心 他站那歇一会儿 他就看会了 他下次玩得比你还老 你说你做媳妇该怎么样 给自己 孩子树立榜样 我记得我们中央台 有一个电视报告 当一个女的给自己的妈去洗脚的时候 你看她自己三四岁的小孩 端着一盆水晃晃悠悠的来 我觉得这个广告创意非常好 不用说 你真正做到的话 你的孩子就看到眼里了 你的孩子就看到眼里了 这哪是我们教育头了 你还对孩子 你分一打击吗 在这里 我想起一件事 想起什么事 我们道场没开多久 大年二十九 上我们道场 来了一对母女 晚上都八点了 我们讲明天过年了 咱们那守着因为有道场 怕来人了 她还真来人了 来人干什么 一个妇女带着自己二十二岁的姑娘来了 她说哎呀我们可找到了 我们八年那都 她说不好意思都快过年了 她说我就是挤了没办法 她说我没办法过了家里的 她说未来你救救我吧 我说怎么回事 她说哎 她说我孩子精神病 刚从医院出来 她住了六个月医院 我们家里的大夫 她说我一想 我虽然说快过年了 我们几个没办法 她给我一个电话 说叫我找你 我说哎呀 我说我哪治了精神病的 是吗 我是个小大夫 我哪会治精神病 她就给我跪下 她说未来你救救 你救救我了吗 哎呦我一看这个我就问了 我说怎么回事啊 因为我们在接触异症精神病的患者的时候 我们发觉离婚的家庭太多了 大部分这样的孩子都是离婚的家庭太多了 或者不离婚的也是夫妻关系不好 所以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们夫妻关系好吗 她说关系还行 我说那还行 你孩子怎么会得病啊 那她就说了 她说这孩子四岁半得的病 怎么得的病呢 她说孩子过马路 过马路的时候 我们一家三岁过马路 正过马路的时候 孩子往前一跑 正好那头过来个大卡车 冲着这孩子就来了 她爸爸手快 一把就把孩子给拽回来了 这卡车呼啸了一下 就从孩子身边过去了 孩子没压着 按说这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 这是好事 但是孩子的父亲 由于脾气太暴 伸手就给孩子来了一把 你想想一个四岁的孩子 刚刚被这大卡车下的惊魂未定 他伸手又给孩子一把 把这孩子打了 出那以后 开始恨上他父亲 可是恨他父亲 小孩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来反抗 怎么办 他就开始学调皮 他用调皮的方式来反抗他的父母 他越这样调皮 那他爸他妈 就会更加的管教他 非打即骂 最后这孩子慢慢的就 从异症就得到了精神病 可是他就越来越不听他妈的话 而他妈妈采取什么办法呢 他妈妈原来还上班 后来这孩子闹得太烈了 他就把公职给辞了 天天赐我这孩子 但是这孩子现在就在这种环境下 长到了22岁 这孩子长得什么样 跟大家说 你想想一个女孩子 22岁 没结婚 她长得再丑 她能丑到哪去 但是 我们这个女孩 大家要不要告诉大家 她长得什么样 你看看那个唱戏里的那个黑白无常手呀 他们家的孩子就长啥样 真跟着老妈猴像的 脸非常黑 所以那个皱纹都是竖着的 根本就不像个人样 你根本就看不出她是个小女孩 就这样恐惧 你晚上要看见 估计得吓一笑 就长成这样 我说 哎呀 我说你看看 你是孩子的母亲 你怎么把人家孩子呆 哎呀 成这样 我这样一说 你不知道 那孩子 扭头 冲着他妈妈 哎呀 胡卷烂骂 骂得可难听了 他是精神病 再也不能对他咋利 他骂得可难听了 我们听了都感觉到难受 哎呀 我觉得非常可惜 非常可惜 我就说为什么 我说你为什么恨你妈 他就说了 我不恨不但恨他们 我恨他们俩 他们俩狼狈为奸 我说为什么 反正他说的那话里都没好话 全是骂人的话 但是他的主要意思是 他说他们俩 那意思 他天天跟我告状 我爸天天下班 回家又打我 所以他们俩配合还挺好 一个告状 一个打他 我就说 我说你丈夫是干什么工作 他说我丈夫是大客车的司机 我说他平时看见你孩子 他说他早出晚归的 他哪看见孩子 这孩子不就我刺服他吗 我把班都捂上了 我这一天全心全意的 为孩子 我自己根本就顾了不过来 他孩子扭头就骂他 骂完了他说 你还说全心全意的 你头几天还给自己买身新衣服的 所以他妈就说 谁过年不买新衣服 你看我说你啊 你看就那真人 你说一个孩子说的对 你说的你全心全意为孩子 你给自己买衣服 你没给他买 你这叫全心全意 人家孩子眼睁说的对 是吧 他就说 他说我们家没法过来 这里人都没法过 是吧 因为孩子不听话 我说你丈夫看不见你孩子 那你怎么会 你丈夫怎么会打到孩子呢 他说嗨 您不知道 他说我平时管他 他根本有不听 我怎么管他 怎么不听 他跟我对着干 那我回来只能告诉他话 我一告诉他爸爸 他爸爸脾气暴 上来就给他打一个 我说你看 你这不是两个人配合的挺好吗 你配合太好了 你把孩子就给你打成这样 我说你知道人家娶你干啥的 我们中国人讲 无效有三 无后为当 娶媳们是为了 生儿育女 来传人家家的 祖宗的命脉 我说你可好 人家敲锣打鼓 给你取进门 你到人家 是给人家生了个孩子 你生了个孩子 你不会教育 你成天给孩子告状 弄着孩子 叫他爸给打成了这样 是吧 我说你对得起人家祖宗吗 是吧 人家娶你干什么呢 我一说这本 他就开始哭 他就开始哭 我说你这做人 你怎么做的 你怎么就不会做母亲呢 他一看就哗哗哭的哭 我说你别冲我哭 我说因为我们到场有佛堂 也供着善相 我说那里头有佛堂 我说那里有善人 我说你对不起你人家祖宗 你更对不起你人家祖宗 人家祖宗就为娶你 给人家收儿育女的 我说谁敢娶你人家孩子 你们家孩子得罪病 谁敢娶他当妻子啊 就是当了妻子 他生孩子他会教育吗 他一听证 他就上里头去磕头 他磕头的时候 啪啪抄自己嘴巴 他抄个嘴巴 你知道他姑娘说啥 你别来这套 打自己也没用 我告诉你吧 我死了 我做鬼 我也不放过你 自己的姑娘 被她养成了这样 被她养成了这样 当她哭够了以后 她再出来的时候 我说 我说这闺女是你亲生的 她说是我亲生的 她说我怀孕的时候 还认成中毒症呢 我那腿肿得老高 她说我怀孕她的时候 可难了 可难了 我身体又有病 我还得上班 她说我那时候可不容易了 我说你看 是你亲生的姑娘 是吧 我说 你又养了她 二十二岁 天天的辞职 伺候她 我说暗说 你够辛苦的 是吧 暗说够辛苦的 我说她怎么对你这态度呢 是吧 我就给她讲这个 我讲着讲着 你知道这姑娘说啥 这姑娘说 喂大大 我看你像我们家祖宗 我看你像我们家祖宗 我一点点讲这些道 那孩子精神病 他乐说我像他们家祖宗 我说你孩子 被你养了二十二岁 你全心全意为他服务 他会 他输了 他死了 他都做鬼都不放过你 我说我跟你闺女 素未相识 是吧 但是他到我这来 才将近一个多小时 我说他会觉得 我像他们家祖宗 我说你这妈当的 失败不失败 他一听着的 啪啪抽出你这妈 他说我对不起 那个当家的人 他就在那里面 我说你做母亲 你怎么当 你做人的媳妇怎么当 是吧 你孩子生了 你不会教育 你把孩子养成了这样 你不会找孩子好处吗 你天天给你丈夫告状 你要天天找孩子好处呢 他说怎么办 我说你呀 你今天这样 你大过年那边来这 我说我 也别说不给你支付 我说你回家 你找你孩子好处 你丈夫也不在家 他也看不见孩子干啥 是吧 每天你孩子回家 你丈夫回家 你都向你丈夫 微报一下 你孩子哪哪哪好 今天又扫地了 明天帮你抓完了 后天要帮你拾个屋子了 你每天找孩子一样好处 这样的话 你丈夫一回家 非常高兴 那他一高兴 他就不会打孩子 不打孩子 那孩子就不会恨你 这样的话 你娘慢慢不就好了吗 他一听 哎呀也是的话 我说你别多说 回家咱试试 咱试试 就这样 过了没半个月的时间 因为过了年了 过了年一过十五可能 他就来了 带着孩子来了 这回再一看那孩子 脸啊就变得白了好多 脸上就不像那原来这么幽黑了 但是呢 他妈妈就在我们那偶尔一发言的时候 一说错了 他孩子才骂他呢 不像开齿 张嘴就骂 就好了很重 隔几个星期 他就来一回 到现在 他真的不来了 为什么 可以跟大家说 他来一次好一次 那孩子们因为脑子有毛病 所以他特讲直理 谁要在我们道场说不对的话 那孩子马上就指出来 可好了变化 所以我们坐这儿了 跟他们看着 你想想你一个做媳妇 在家里有多么重要 在家里有多么重要 生孩子你会教育孩子吗 你当媳妇会当吗 你说真的 我们看了善人书 我们非常相信善人 善人说什么 我们娶一个好的媳妇 可以保证这家 富三代 只能保证这家富三代 你要娶一个倒霉的媳妇 你们这家 有可能倒霉十倍 大家也许觉得 怎么可能呢 他觉得善人说错了 因为我们给各个家庭解决矛盾 我们越解决矛盾 我们越深信 善人说得太对了 善人说得太对了 你这一个家 娶了一个不好的老婆 不好的媳妇 这一家子真是倒了八倍的霉了 为什么 我再给大家讲故事 再给大家讲 这都是真事 我们遇上了一个女孩 没结婚 到我们这儿来 自己得过好几次的抑郁症 经常想自杀 但是通过我们道场 他带我们那儿发行 慢慢就好了 好了以后 他把自己的身世告诉我们 他妈妈生了三个姑娘 是东北人 生了三个姑娘 这三个姑娘 完全是由于他爸爸在家里头 脾气相当大 脾气相当大 忍受不了 爹妈在家里的 争争吵吵 给他们的印象就是 爸爸 他们小的时候 脾气就相当大 用他们的话说 他小的时候 都是小女孩 他爸爸发起脾气来 一脚就可以给他们踹墙边 从小 他爸爸一瞪眼 吓得他们都直脱手 所以三个姑娘 一相继地长大以后 都跑到外地 跑到外地 干什么 就为了躲开这个家 不想在这个家待 你想想 一个女孩子 到了一个外地的城市 举目无间 又没有什么本事 都是农村人 都相继地做了小姐 都做了小姐 你就想想 命运活不够 而这样 结果是什么 你想想 虽然有人结婚了 有人没结婚了 但是 他们现在 这样的家庭 通过他自己的改变 就把自己的父亲 母亲 现在都接到天津 然后 通过自己改变 他们都觉得 哎呀 我们闺女现在怎么这么好了 都感觉奇怪 所以他母亲 也开始上网站来 但是我们发觉 这位母亲 脾气相当大 太耐挑别人毛病 太耐挑别人毛病 我们就想法 跟他沟通 慢慢的 他就听懂了 但是 以后 通过他一家的转变 他就把他的脏子 脾气非常暴躁的脏子 也引到了我们这儿 到我们这儿以后 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就想 因为咱想洪阳赛 那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就说 你家咋回事啊 你们那是 打结婚 互相谁都没看上 那你为啥结婚呢 那他丈夫 就是我们 这个女孩 他父亲 就是我 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 他说 你要问我 我就告诉你嘛 他媳妇马上说 你别说 你别说 他说没事 外戴问我 我就说 你越不让我说 我越说 他就告诉我 他说我告诉你 外戴 因为他对我非常好 他说 他说我当了十二年的志愿兵 他说我十二年军队生涯 他说我根本不会骂人 那跟我就对不上号了 为啥呢 因为他姑娘 啥姑娘都说 他爸爸打印 他们一出生 他爸爸就是抱跳如雷的样子 而他爸爸到我这来说 他十二年义务病 他根本就不会骂人 我说那人家说 您脾气挺大 他说 就打跟他结婚 他没看上我 我说他没看上你 他说 跟你结婚 他说 我告诉你吧 他这一说 他老婆拦着 你不嫌磕子 东北 你不嫌孙的 他不嫌说 他爸就说 你越不嫌说我越说 我告诉你吧 他呀 怕上山下乡 怕上农村 他一看怎么办 找个军人呢 他找个军人 他就不下乡了 他就为这个 但是他跟我结婚了以后 他就总嫌我 做这个不好 做他不好 你知道他 我们这女孩的妈说啥 我结婚 我死了 看不上他 为啥 没文化 没素质 没水平 你看 打一结婚 俩人就吵 可是吵的结合 是不是 你夫妻俩 打一结婚就吵 吵的你把这个志愿兵 就可以吵的 他也会打人了 他也会骂人了 脾气也挺降的 他也生孩子了 生了孩子的孩子 因为家庭得不到温暖 最后都沦落成这样的结果 现在都好几十岁了 你想想谁 他在想搞对象 他在生活当中 这些因素 他挥着不去 他多么的痛苦啊 他没有学到文化 没有学到知识 他结婚以后 他会教育孩子吗 如果不是圣前文化教育他 他流落阶段 他能干做好事来吗 他就结婚了 他能生好孩子吗 哎呀 我们在生活当中 发现的这种事实太多了 那么你就想想 一个女人 你如果做不好 你媳妇做不好 你生孩子 能有好孩子吗 好孩子教育不好 她的下一代照样不好 你说 你得他多长 你得多少辈子 你才能翻过这个身来 所以真的 我们为什么 我们实际上没学到什么 可是我们为什么 敢发心上外的去讲 就因为我们生活当中 这样类似的事情太多了 由于我们做母亲的 做媳妇的人 没有做到性如水 浴室沾火就早了 动性发瓶颈 把孩子惯了 救命令 抑郁症 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 我们真的 作为一个医学工作者 我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 我们真的是希望提前预防 提前预防 预防什么 早知今知 你何必当初 既然嫁给自己的丈夫 一定要爱自己的丈夫 你不爱她的结果是什么 后患无穷 后患无穷 为什么 因为你不爱她 一打结婚就恨她 所以你生下来的孩子 她就会得病 她就会得病 你心里头存的任何的一个怨恨脑弄烦 都会带你孩子体内产生影响 所以 你说你这夫妻道 你要不做好了 你这做媳妇 如果不能做到就如此 你对这一个家 这一个家族 乃至于我们的社会 有多大的害羞 有多大的害羞 所以 我们真心地希望大家 能够通过 我们跟大家的分享 大家一定在心里头要引起注意 我们如果以前 没爱过自己的丈夫 因为很多各种原因 我们不太爱自己的丈夫 一定希望大家干啥 要认命 要知足 你说了 我眼睁我嫁那丈夫 你说说我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了 你说哪这么倒门呀 我告诉你 你要学会 找好东 怎么找 你要嫁个瘸腿的 你要想到 比瘫子强 你要嫁给个 眼睛有毛病的 我告诉你 比双目失明的强 你要嫁给个瘸目失明的 我告诉你 他耳朵灵 你要嫁给个龙的 他眼睛尖 找好受 为什么 告诉你 要认命 你说我倒八辈子没 我嫁错了 我告诉你 中国有神话故事 神话故事是什么 千里姻缘 一线千 千里姻缘 一线千 做邻居的 不一定成成夫妻 但是 也许我们就和广州的 和非洲的那人 就结成了夫妻 为什么 是因为有个缘在那 你跟他前世 必定有缘 你是不知道 谁知道 我们中国有个月下老 那月下老知道 月下老把那红蛇 给你俩腿往上一拴 你就是俩骂子 一个也跑不了 你说我不认命 没关系 我们王凤怡老善人 给大家做结论了 我们老善人说的什么 我也希望大家记住了 作为一个女人 你今生嫁的头一个男人 是你命里最好的那个 这是善人说的 因为善人他有天眼 他知道事实真相 我们这身人没有 所以 告诉大家是什么 你要认命 你可签了 别不知足 你说你不认命 你非得要闹离婚 没事 你再找第二个 第二个 绝对没有第一个好 你再找第三个 还不如第二个好 这什么 这就是道 道就是规律 我们刚才 早晨我们提到一个小孩 小孩 小孩叫王浅 我们的小老师 姓王 他 他自己的母亲 离过四次婚 结过五次婚 我们头几天 在我们天津 张院长上 我们那讲课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孩 头两天 他已经做姑娘了 他已经做到哪种地步 他穿弄自己的哥哥 打他爸爸 他说 你得制服了他 你不制服了他 以后他更得欺负咱俩 叫他哥哥 来打他爹 这一位姑娘 他可恨他爹了 那天他在网上 跟我聊天 我说 你啊 现在学得很好了 我说你一定要找老人的好处 你知道怎么的 他说 我恨死他了 为什么 他们因为自己的欲望 把我生下来 现在他们和好了 我爸爸结婚四次婚 我妈妈结婚五次婚 他说 我没法找他们好处 你想想 为啥告诉大家 这一位 因为 这是命 你越不认命 你离了婚 再结婚 你一个没有一个好 这是你 所以 你要认命 你不认命 你去非得逆天而行 这样 我们还会更苦 我们生活当中 好多人 都用事实照顾 你看他那二婚的 好多那二婚的都不如 第一个 他过不了长时间 他又离婚 他又离婚 所以 你要想有好命 怎么办 一定要改自己的性 用我们善言的话说 你是什么命 你是什么性 你就是什么命 你是什么性 你就是什么命 你是什么命 你就会得什么病 你得什么病 你这生命里 都缺什么 你最后 你就死在什么上了 你就知道我们改性格 有多重要 所以我们中国 虽然有道教文化 他可以算命 他可以知道 你生活当中 你以后会干什么 但是 他只是知道了这个规律 他不知道怎么摆变 而我们老善言教给大家的这个方法 他可以通过 你改你的性格 你就可以改你的命 你这叫什么 命 自我力 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自己操纵自己的命 那么我们真的能够把自己的命 操纵在自己的手里 我们就是神仙 我们不是神仙 我们三四神仙 因为什么 我们能够自己做自己的主 而自己做自己的这个主的方法 是我们王善言教给我们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老祖先 感谢我们自己的老祖先 是我们的祖上有德 我们才今生今世 遇到了善人之法 我们遇到了善人之法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 我们好好学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不但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要改造自己的命运 大家要知道 我们现在的事情叫末法末节 这个世界已经坏了 不可再坏了 人心黑的不能再黑了 这就说明什么 用我们善人的话说 坏是好的开头 好是坏的开头 这个世界太坏了 意识着要好了 可是这个要好了 好在哪 从我们做起 而我们泪僧泪洁的祖先 他们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 没有遇到真正的善法 没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 没有人给他讲解这些 他们好多都寒恨而终 带着怨恨脑恋 和他们去世 他们没有得到操生 他们在阴朝地府 都等着我们 等着我们干什么 等着我们作为他的后辈子孙 等着你们把他们的漏捕上 然后你们好了 那他就好了 这叫什么 一直得到九族生天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不要觉得我们在这 互相的通过谈论 谈道论德 我们只是为今生的行动 绝对不是 这话不是我们说的 这是圣的所有 这是善的所有 我们能够今生 把今生自己身上的漏洞 不不上 我们可以上阴九族 上操九族 下阴七旋 你知道我们 这一个人的修行 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每个人 一定要担负起 恢复你家族 这个利益的责任 要为弘扬 传统文化 为我们国家 为我们人类 铁肩蛋倒意 自己要承担家 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做起 把我们自己的漏 把自己的漏 把一家人的漏 都给它补上 就像我们 与善人一样 当年善人 他的母亲 因为自己 家里头生了四个儿子 一想我四个儿子长大 都是壮劳力 生活一定好 我们家养着自己的老人 那我的哥们兄弟 叔叔大爷 一定会到我们家 来分财产 为了避免财产的纷争 所以把自己的公公 就轰了出去 分到了别人家 但是我们的善人 当时自己觉得 自己小没办法 但是自己的母亲 没效养自己的公公 这是大不孝 所以怎么办 当他母亲死了以后 他自己到村口 把自己的爷爷认领了回来 到自己家 他替他的母亲来进校 这是什么 那么就是说 作为一个孙子 他看到了自己母亲 在校道上有亏 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自己母亲亏的校道补上 我们大家要学这些 人家为什么一个农民 可以成为善人 可以成为圣人 我们现在 不愁吃 不愁穿 我们的生活比人家要强得多 但是我们却不敢做 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们既然学了这些 道不是假的 道是行的 所以希望大家 学了以后 真正的落实到 生活时间当中去 在生活当中 在家庭生活当中 哪儿丢了 就从哪儿找 一定要真做事情 一定要真做事情 这样的话 不但堵了你祖宗的落 你还自己 因为自己 性格的圆满 这样的话 你的后辈儿孙 就想你的阴德 这样的话 他们 你再生下来的儿子孙 他们才不会 因为德性不足 而受这样 那样的灾难 这叫什么 这才叫向淫期权 留钱 没有用 留德给子孙 这才是我们人 真正要做的 这才是我们人生的大目标 所以我们做媳妇的 在生活当中 在家庭生活当中 我们的责任太大了 太大 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跟大家 讲很多 讲很多 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遇到了 很多很多的例子 很多很多的例子 我们会在 我们这两天的分享当中 在讲闭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结合着 跟大家讲 我们做媳妇的太重要 真的太重要 头几天 我又想起来一刻 头几天 我们那道场 买了一家三口 孩子十四岁 小男孩 长得非常英俊 在进我们道场的时候 孩子不进来 母亲 父亲进来 非常年轻 他母亲就坐在我对面 他母亲说 我是为我孩子来的 我孩子有点抑郁症 但是他不进来 他不进来 他说我管他不用 我叫他上东 他上西 我叫他打斗 他打斤 他根本就不听我话 我说你孩子啥呀 他说他在外头 他说就刚才 进道场的时候 他跟我说了 他说什么 他说妈 你爱我吗 他妈说 你说我儿子 我怎么能不爱呢 你说这儿子 十四岁 他跟他妈说什么 他说妈 你要爱我的话 你要爱我的话 你就死去吧 他说你要不爱我 我就死去 行吗 你说大家听了 很难受 很难受 我们怀孕十月 我们把孩子辛辛苦苦地养大 而孩子是跟你这做母亲的水火不相容 他要跟你谈价钱 他觉得你爱我吗 你要真爱我 你就死去吧 你要是不爱我 我活着也没用 我死去 你就说说我们做媳妇了 我们做母亲了 把这孩子怎么养的 你都把孩子养成了仇人了 你说你可悲不可悲 可悲不可悲 但是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太多了 孩子上大学的 抑郁症上了大二的 都抑郁症不上了 上了天津重点的学校 那都是百分之百上大学的学校 十六中的南开中学的都有啊 都找我 干啥 家里的 父亲有公司 母亲是财务科长 生活条件相当好 根本就不认识犯 可是孩子就不上学了 就在家里玩游戏 后来他就死 我轻易地扑上人家 他非得请我到他们家 我一看我就去了 因为孩子不出门啊 我到他们家一去 孩子就在那打游戏机 我就把孩子叫出来 我说怎么回事 因为你得这病一定恨人 恨死人 你问他他也不会说 为啥 他就恨自己的爹娘 你说他父母在呢 他能敢说吗 他不敢说 那他们夫妻俩一定关系搞不好 所以当我劝对孩子的时候 那孩子也知道了 他说未来 他说谢谢你 他说我对这世界上的事 我看透了 我没希望 所以你不用劝我了 我的心早就死了 十八九岁的孩子 他的心早死了 他的心早死了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家不缺钱 考大学不考了 天天就在游戏机 就在电脑上玩 我就跟他说 我为了劝他 我告诉你 我说你能相信我吗 他说我相信你 我说我那缺义工 我说我那缺干活 你上我那干活去吧 你别在你家 你出来 你跟我干活去 他说未来 你不劝我 他说我哪也不去 我心死了 他干啥 就是为什么 他跟你沟通 他都不跟你沟通 他就不把心里话跟你说 当出来以后 我问他母亲 我说你们俩关系好吗 不好 为什么 这边就吵 你说孩子就生活在这种家里 家庭得不到问答 上学节压力又这么大 孩子一个不一个人好好学习 孩子考不好 家长还要折磨 孩子面临着这么大的压力 所以他纳了几天课 你再想赶就赶不上 所以就把孩子 就弄成了这样 我们家长 还有动心发披起来 这样 你说你的家庭能好吗 你夫妻俩再好 你就生一个孩子 你最后把这孩子给招起来 你说你这夫妻俩 那怎么活的呢 这是什么 这才是真正丢人的地方 我们真的丢到了 所以我们做媳妇 有多重要 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来 也许我们家里都是和母的家庭 我们没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我们作为医生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家庭 有这么多痛苦的家庭 真的欲死不能活着受罪 真的地狱家庭 可是哪来的原因呢 最根上说 还是我们做媳妇性子不好引起来 倒是我们做媳妇没有做到 没有做媳妇没有做到 托满全家 我们都是把责任退到对方 都觉得她奶奶不好 她公共不好 自己丈夫不好 刚结婚没三天 乐不值一过 搞对象的时候 选的是个老实的老公 因为啥 她老实的好啊 她好可持家啊 但是结婚没啥月 信息日过来以后就会觉得 你怎么这么窝囊呢 你怎么这么笨呢 别人会挣钱 你怎么不能挣钱呢 你说她长得又英俊 她又会挣钱 她要啥能有啥 她还找你嘛 是吧 那人家早就娶外交部长她女儿了 人家会娶你嘛 你怎么 你怎么不问她自己呢 这是什么 就是一个不知足 就是一个不知足 总是这三望子 那三高 得不到 我们去想得到 但是得到了以后 又不满足 前几天还闹个笑话 前几天闹个笑话 我上我们郊区去讲课 我们有一个媳妇得的是红板狼窗 红板狼窗 大家知道红板狼窗 那有的时候是恨人 跟钱较劲 那那个司机拉着我 她丈夫拉着我去 上次她就说了她丈夫 她媳妇一通的坏话 我就交给她 我说你看 我是你丈夫 这不是另外一个人 就这个人 咱就说这个人了 这是两个人 这个男的可有意思了 她说 她说 哎呀我老婆没办法 她说 怎么呢 没结婚的时候 她说我挺感谢我老婆的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的时候 我正在住院 她就那边伺候我 伺候得可好了 我一看 这么好的女的 哪里 我就跟她搞这家伙 就结婚了 挺好的 可是我结婚 我还有病呢 我刚出院 我没上班 她没上班 她没上班 她在家里养伤 养病 她媳妇说什么 她说你看 咱俩结婚了 过日子 你说咱 那天天在家待着 你要一个月 挣六百块钱 多好啊 最起码咱家有收入 她说 我一听我老婆说 我身体好点了 我就去打工了 我一打工 一个月挣七百 比她要求那六百 还好点 可是我一挣了七百以后 我交给她这钱了 她那这又说了 她说 咱要能挣一千五可好了 她说 她说我现在一个月 挣三四千 她说 你看我今天接你来吧 我昨天我老婆说了 咱要一个月 能存五千才好呢 我说 哎呦我说 你媳妇那欲望 比国家那GDP GDP 增长得快 快得多 她说 我们俩结婚才四五年 你说你结婚才四五年 你那个欲望 从六百 你现在就要存到五千 她说了你看 我老婆现在 让我一个月存五千 她要存五千 我一个月 必须得挣八千 你想想 你从四五年的功夫 我们这做媳妇的 我们这做媳妇的 我们做媳妇的 就从自己丈夫 要赚六百块钱 四五年的功夫 就要想叫她 要存五千 她增长了十几倍 你想想 你那丈夫 你再能呢 她也不能这么翻倍的涨啊 她那本事 所以我们家庭哪来的苦恼 就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填不平 我们的欲望填不平 我们好了 不知道 更好 就非得要追求你 更好 我们真的 像我这岁所 我今年已经五十多了 像我这岁所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就想 因为我妈 剩了四个儿子 我们家就两间平房 我就想 我单位啊 要给我一间小房就行 而我同龄的人 在当时 在我们单位 那要一间 偏单里的那个小间 才八九平泥 她就知足了 要房的时候 跟房管哥的人说 你给我一间房 我能搁张床 那就行了 满足了 但是那字房子不像现在 可以买房 都是单位分房 单位要房的人多 分不到 所以好多人非常痛苦 但是现在开放了 搞活了 房子多了 哪家房子都好几套 但是我们满足了吧 我们一定是把家里所有的钱去买了个大房子 终于有了大房子 紧接着就想汽车 现在那结婚的 没汽车没有房 他就不结婚 你说你们家房子这么多 你睡得过来吗 我们单位有同事 他们家可好 买个别墅 三百多平米 里头好几间房 那天他说了 我们家伤口搬那去 他说搬那里没 房子大了 没用 我说咱们家 他说一家伤口 一人一间房 一人一层楼 谁也看不见谁 压了有鬼 你不在自己屋住 天天睡觉 装我们被窝 那些房子都白剩的 是吧 他说可是你剩的是剩的 你要打扫去 我们还没工作 你说是好是坏 好多人不知道 是什么 我们没有得到 我们想得到 就像我们开汽车一样 我们没汽车的时候 我们想 哎呀有个三轮也想 有行了 有了三轮想摩托 有了摩托想汽车 有了汽车就想要大奔 当真有了大奔了 他也不满足 他得想马上买飞机 你看看他真有了啊 买飞机 是吧 有的人真买飞机 为啥 他那钱多的没给这用的 你买飞机你会开吗 你是不是还得雇个驾驶员呢 你是不是还得修个停机坪了 不想着就会给偷名 满足不了自己的欲望 我们的欲望 无限的膨胀 你为什么苦 我们的苦的根就在这儿 我们苦的根就在这儿 所以 我们做媳妇 我们觉得 好多 在生活当中 在生活当中 为什么常天觉到这儿 好多人 我们教他乐 我们想尽了方法 教他乐 他就是不乐 他就是不乐 所以 我们老善人 一句话 就点破了原因了 因为我经常的逗大家乐 所以 好多人 逗了半天 他也不乐 我也不明白 因为我也没贴眼 但是我一看善人书 我明白了 为啥 善人书的 凡是叫他乐 他不乐的 一定生心眼了 生啥心眼 一定是那自私的心 在做怪 教你乐你不乐 你为啥不乐 就是心里存着别人的不是 存着别人的不对 所以 我们的道场可有意思了 为啥现在真的 我们可乐了 到我们那去的人都会乐 到我们那里都会乐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那天天乐 我们天天在我们那个爱心之家演小品 好多老太太你叫她乐 她不乐 那怎么办 我们就派几个我们爱心之家的义工 到她跟前 跪在她跟前 哈哈哈哈 逗得乐 那个逗得逗得 他不乐 他有的时候还给逗哭了 你越乐他越哭 为什么呢 他存了一逗子的冤屈 他这一辈子收了一辈子的冤屈 你说你叫他乐 他还真乐不起来 他觉得他好冤啊 所以当我们到他乐他不乐的时候 他要一哭 我们就告诉他 快哭 使劲哭 可信好 叫他哭 但他哭透了以后 他才能乐 所以 跟大家分享 到这来看啥 没有多少道理 我到任何的地方 我没有这么多道好讲 我也没学几天 我就学会了俩 俩方法 懒回要范 两个叫不 一副就乐 一副就哭 我要到你乐去来 你可小心点 没准我就给你凍哭了 哈哈哈 这啥呢 帅说的 他哭啊 他就能跑阴梯 你心里存着这么多别人 你不对 你先把那烟气放吧 把你身体里掏空了 你再热 他就才能装羊了 是吧 因为咱里人就是一个杯子 是吧 你的里头装满了 怨恨恼目凡 你的里头都是黑水 你说你不到班就了 你说你往里头放阳光 他能放进去了 所以怎么办 凡是不乐的 我们一定想法 把大家 把那一尺的道子来 所以你做好准备 你要怕在这儿哭的孙 你最好添乐 你先装好了羊 告诉大家什么的 实际上 告诉大家 人活在这个世界 你一定要乐起来 一定能乐起来 为什么 现在 我们不像我们的长辈一样 吃康燕菜 连树皮都吃了 那时候饿死了很多 我们现在吃的饱 穿的暖住的都是当狂的 你一定要有福会想 你说你房子也住的 穿的也挺暖和的 你成天撅这个嘴 你还真是个冤死鬼 还真够冤的 我都替你冤 所以咱别做那个冤大头 既然咱有自己的命 咱就要 做好按自己的命去做 千万要知足 那你怎么能乐呢 我告诉大家 不乐没关系 知足它就能乐 知足它就能乐 是吧 为啥呢 你说你搞个对象 一脸麻子 多丢人呢 是吧 多影响适用啊 但是我告诉你 它麻子比那个瞎子强 是吧 你要学会找好处 是吧 它要双公司 你过马路 你不得牵着它呀 它麻子就麻子了 看着多点 没事 不影响啥 是吧 所以你要学会找好处 你要学会找好处 这样的话呢 你就总能找到 灿烂的一样 你找到了 叫啥呢 用我们赛人的话说 叫找好处 开了天堂路 找好处就开了天堂路 你能找到对方的好处 那天堂路就出离开 那大家就出离笑 是吧 那赛人在书里 都不是讲这故事吗 赛人有个二大妈 爱喝酒 爱骂人 在他眼边没有好人 所以他一喝酒 哪些都骂 尤其他爱骂了 王赛人 为啥呢 大家看到那赛人 赛人像 赛人在东北 那是个个子比较矮的 干活他给人打工 才给他一半工钱 给别人一百四十料 才给他七十料 用我们 用我们现在话说 才是个同工钱 但是赛人 真给人看过 可是二大妈就看了 我赛他 所以总骂他 那赛人就想了 你说呢 我三十五岁就赛人 人家都管我叫赛人 我怎么还得病呀 他二大妈八十二 他天天骂谁 歹谁他都骂 他是个恶人 大家都怕他 他是个坏人 可是他这坏人 他怎么也不死呢 他坏人 他怎么也不死呢 他一定不死 人之所以不死 一定是老天 留很有用 那他一定有好处 可是他的好处在哪呢 找不到 后来赛人就立志 我找不到他好处 我不吃饭 饿着 一连饿三天 大家就说 哎呀你怎么的呢 咱不吃饭 不说话 不说话 就心里格物 格物二大妈有啥好处 饿了三天 想起来了 他说 哎呀 二大妈 这人 他虽然脾气爆 逮谁骂谁 但是这人脾气不好 心好 你他又骂着这人 你就跟他说 你说哎呀 你别骂他了 这人得病了 他都快死了 你快救救他 二大妈呢 他会拔罐子 他一边骂着这个人 他一边收拾家伙 他给人拔罐子 治病去 他找到二大妈 这好处 哎呀 二大妈乐于助人 所以他有一天 他就跟二大妈说了 他说哎呀 大妈呀 他说您哪 这人哪 心好 嘴不好 你这都净干好事 就是淫带得罪人 是吧 他一找到二大妈好处 从那以后 用善人的话说 二大妈一看 你小子有良心 是吧 大家都说老太子是坏人 他说你小子有良心 从那以后 他就对善人 比对他的儿子还好 是吧 这告诉大家什么 我们一定要从对方人 找到好处 那找到好处 他就会爱你 他就会和你和 是吧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 我们怎么治好精神病 我哪会治精神病的 你说医院大夫 都不治精神病 我能敢治精神病吗 我刚开道场的时候 我们的老师可对我可相信的 一看魏大夫要开道场 哎呀 赶紧向外宣扬 宣扬啥 你问他 有医院治不好的病吗 家里不要的 大姑不疼 二舅不爱 那个都送妹 那边来 一下给我那一百多平米房子 送来了五个精神病 男女都有 最厉害的 在精神病院做过十几次 得那个精神病十几年 怎么办呢 你给人轰走啊 你轰走你又不慈悲了 你说不轰走吧 我们那是个酒楼 还没护栏 用刘善的话说 你小的胆这么大 他要从楼上跳下去 麻烦了 是吧 真的有这个心 可是呢 咱是做大夫 那人家 辛辛苦苦地把孩子送来 对你有这么多的信任 你怎么带人家 你怎么带人家 那我们怎么和精神病人相处吧 我只是一个小大夫 但是我们照样和平相处 照样和平相处 在这里头 我们感谢我们毕老师 我们毕老师知道 我天天要上班 辛苦 所以怎么办 晚上他不回家 他值班 他干为啥 他怕那几五个精神病打起来 他晚上值班给看了 那么我们怎么能和五个精神病人 和睦相处 我们没有什么措施 我们也没有药 我们怎么和五个精神 告诉大家 我们心里疗病医生 我们一定要拿出心里的真爱 你真心地爱别人 没有精神病 为什么 精神病人他体会到 你对他的爱 他不会对你犯精神病 所以他跟你相处 他就是好人 你拿他当好人 那他就对你非常好 我们头几天 我们那儿这个精神病人又来了 他得了十几年了 精神病 他姓袁 这一年老是 他在家里发作以后 他住了精神病院 他还没出院 他马上把他妈派来 他妈说 魏大夫我求你了干啥 他说我儿子要出院 他说 我儿子说了 就想你爱心之家 就想上你这柱子来 我说老太太 我说我告诉你 我说我不是搏你 我说我该是 他房子小 没几个人 我说你啊 柱子行 我说现在我三十几口 有男有女的 你说你来了 万一出点事 我这也不是医疗机构 也没什么保障措施 真不行 我说我对不起了 但是他求我 我也没答应 可是他住不了他儿子了 他住不了他儿子了 他儿子就得去 所以真来了 来了在我们那儿住 那既然来了 就接着吧 那就来了 我们吴老师知道 他来了以后带皇家刷厕所 整理院子 每天干早做活 咳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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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干的咳好了 那些何目相处 何目相处 但是最近几天我给轰走了 为啥呢 他们单位 他是铁路工人 他们单位要分他房子 分他个限价房 他这一买房啊 他欲望产生了 干啥 有房就得有媳妇啊 他一想我在这儿挺好的 我得在这儿找个媳妇 你说你精神病了 你能找到见地方人 谁敢嫁你啊 他就在那儿 有点失常 有点折腾 我一看真的 我就想着给他劝退了 但是呢 因为他平时见不到我面 他就知道是什么 有人我们的义工告他状了 一定是向我告他状了 所以那天我跟他一说着呢 他就急了 他说我哪路好 我说你都挺好的 但是我这儿是爱心之家 我这儿不是婚姻介绍俗话 你在这儿治病 可以 你在这儿搞对象 对不起你 就得回家 他一看 谁告诉你呢 把你们的义工都喊来 常怀的说 他把这些义工给殉了一头 但是他就非得 我们吴老师当时在场 他非得叫我坐那儿 叫我们毕老师坐那儿 干啥 当我们俩坐那儿以后 他跪下给我磕头 他是精神病了 十几年了 精神病医院都非常怕他 他给我磕头的时候 他说未来我对不起你 我一看见我就不好意思 我说你起来吧 你别给我磕头 磕头我干啥 我说你起来吧 你说好了以后你再来 你别那个啥 你现在在家的前休息一段 你猜他趴着呢 他说啥 他说毕老师还没嫁我呢 他那意思就是 你起来嫁我了 毕老师还坐在那儿 我还给他磕头 他还没劝我呢 你看他是精神病吗 我一看见我赶紧给毕老师个颜色 毕老师起来 他就嫁了 他一看起来 起来以后就走了 是不是就走了 就告诉大家什么 你不要把精神病当做精神病 我在死 跟这些人沟通的过程 我发觉 这些人是因为恨而得的病 但是他们真的需要爱 他们真的需要爱 所以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当以后 经济出国行善到 我们遇到数学上发大心力 立大院的这些人人必须 我们真正的成立的这些场所 我们真的完全可能把这些抑郁症 精神病的人带来 带来干什么 我们因为我们的到场当中 我们这些发心的局势 都是用真心的去对他们 没有对他们做错事 去恨 去怨 去骂 我们用真心去对他 他就会真心的感谢你 慢慢的他的病就都会好的 我们希望有这一天 时间过